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奇喵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这款枫叶的构枝 我们用它做杯垫和窗帘装饰都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次的构枝我用的是3.0毫米的构针和五股牛奶棉 首先我们环形起针 构针插入线圈勾一个锁针固定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之三针锁针 三针锁针勾之后 在起始的线圈勾之长针 一共勾之11针长针 勾针绕线插入起始的线圈 勾出毛线 这时我们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先拖出前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拖出后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针长针 我们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中放上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起始的线圈勾之十针长针 第一圈长针勾之后 我们将起始的线圈拉紧 接下来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 勾之一针引拔针 这样我们第一圈就已经勾之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之三针锁针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再勾之一针长针 在第二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放上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这一圈开始勾之长针的加针 每一针长针的针目勾之两针长针 一共勾之十一组 第二圈的长针加针勾之后 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 勾之一针引拔针 第二圈勾之后 空一个长针针目不勾 在下一个长针针目继续勾之七针长针 在这一排的第一个长针针目 放上记号扣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 再勾之六针长针 七针长针勾之好之后 继续空一个长针针目不勾 在下一个长针针目 勾之一针引拔针 继续空一个长针目不勾 继续空一个针目不勾 在下一个长针目继续勾之七针长针 继续空一个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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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 再编织三组花样 五组花样勾置完成后 在接下来的两个帧目 各勾置一帧短帧 继续勾置十一帧锁帧 十一帧锁帧完成后 在倒数第二帧锁帧的里扇处 回勾十帧引拔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帧引拔帧回勾好之后 继续在锁帧的帧目 再勾置一帧引拔帧 在下一个帧目 勾置一帧短帧 在记号扣的位置 勾置一帧短帧的加帧 在接下来的两个帧目 各勾置一帧短帧 在下一个帧目 先勾置三帧中长帧 继续勾置三帧锁帧 继续勾置三帧锁帧 继续在同一个帧目 再勾置一帧中长帧 这样我们一个枫叶的叶角 就已经勾置完成了 继续勾置两帧短帧 在下一个帧目 勾置一帧引拔帧 再下一个帧目 勾置一帧短帧 继续勾置三帧短帧 继续勾置三帧短帧 再下一个帧目 先勾置三针长针 三针长针勾置好之后 继续勾置三针锁针 在第一针的锁针的里扇处 勾置一针引拔针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再勾置一针长针 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继续在下一个针目勾置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完针后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在接下来的针目先勾置两针长针 继续勾置三针锁针 在第一针锁针的里扇处勾置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勾置好之后 我们在同一个针目继续勾置两针长针 两针长针勾置好之后 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针目里 各勾置一针短针 在中间的针目勾置一针引拔针 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三针短针勾置完之后 在下一个针目先勾置一针长针 继续勾置三针锁针 在第一个锁针的里扇处勾置一针引拔针 在同一个针目再勾置两针长针 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在中间的针目勾置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勾置好之后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先勾置一针中长针 继续勾置三针锁针 在第一针的锁针的里扇处勾置一针引拔针 继续勾置三针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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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排的最后一个针目勾置一针引拔针 这样我们的小枫叶装饰就已经勾置完成了 最后我们断线隐藏线头部分 这样我们的小枫叶就勾置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